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俩从小学到高中都形影不离 不单是上学玩耍腻在一起 连上厕所都要紧紧相随 可高中毕业后 闺蜜考上了广州的名牌大学 宇宁只上了本县的职专 闺蜜读大学期间 还时常跟她保持联系 分享彼此的近况 走出社会后 闺蜜进了一家外企 宇宁却被分到了一个工厂上班 渐渐的两人的联系也少了 宇宁三番五次的联系闺蜜 她只三言两语的敷衍 有时甚至连消息都不回 过后一去解释也没有 失望在宇宁的心里逐日积攒 这次宇宁去广州培训 兴致勃勃地带了家乡的特产 准备去看闺蜜 打闺蜜的电话 不是说在加班 就是说有重要的应酬 宇宁在广州待了一周 都没等到闺蜜的跃见 宇宁终于明白 不是闺蜜没空 而是闺蜜根本就不想见她 十几年的姐妹深情 终在那一刻坍塌 任何一段关系的破裂 都是有迹可循的 不回消息是感情疏远的开始 郎先生一书中说 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 他一直没有回复 我就会杀了那个对话框 总感觉看见那个对话框 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卑微和讨好 每个正常人都有自尊 没有谁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你 人心经不及冷漠 主动久了就会疲惫 感情都是相互的 他若不在乎你 什么都是借口 太忙了没空看微信 太累了没精力和你聊 太远了没时间见面 他若重视你 忙完后总有时间 休息好了总有精力 再远都抵挡不住 想见你的决心 所有离开都是蓄谋已久 一段关系的结束 前妻都做好了铺垫 小孩才会问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成年人的疏离 都是悄无声息的 渐行渐远 放弃都是攒够了失望 作家李公俊说 爱情没回应 感情憋回去 电影《微爱》中 北漂小编剧《沙果》 通过微信摇摇的方式 与车膜陈希相识 两人在微信里聊天 交往 陈希外出拍广告时 她帮陈希照顾沙皮狗 陈希肚子饿时 她半夜去买面粉 给她做水饺 陈希遭流氓非礼时 她挺身而出 被打得遍体鳞伤 也要护陈希安全 可美艳的陈希 并未把沙果放在心上 高兴时对她招之即来 不高兴时对她挥之即去 沙果几次对陈希表白 都遭到拒绝 当沙果陷入创业失败 合伙人坠楼身亡 房东逼租的失忆中 最后一次给陈希发消息 却湿沉大海 攒够了失望的沙果 终于痛下决心 把陈希拉入黑名单 不告而别 沙果离开后 陈希才幡然醒悟 原以为自己只是喜欢 吃沙果包的水饺 却不知沙果在她生命中 以情甘深重 她苦苦地寻找沙果的踪迹 剧情经历波折 两人结局总算圆满 而生活中一次次的失望 终会累积成致命的伤 能重拾旧爱的无几 若已转身 继承记忆中的遗憾 普里多姆在银河里写道 懂得咫尺天涯的痛 懂得在拥挤人群中 无限疏远的心 而你我 一如两颗貌似笔邻的星辰 在永恒的孤独中 孤独地烧尽 没有谁会一直 对你卑微地讨好 没有谁会一直 以满腔的热情 去对待冷冰冰的绝情 感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而是两个人的翘翘板 谁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有限的 只因为在乎 才会对你满怀期待 别让一个爱你的人 为你攒够了失望而离开 若爱 仅深爱 若不爱 就放手 不要让爱成为伤害 再好的关系 都要常联系 作家澎湃在 《当我们的青春渐行渐远》中写道 我们匆忙赶路 却逃不掉孤独疲惫 我们豪情万丈 却藏不住遍体鳞伤 我们回头想念 朋友已各自走远 再好的关系 都要常联系 不联系 就成泛泛之交 甚至形同陌路 前不久 久未露面的陈志鹏 忽然被登上热搜 节目中 陈志鹏被主持人问及 当年小虎对成员 如今的关系 他说他们仨 现在很少联系 连群聊都没有 偶尔聚一起 已找不到那种亲密的感觉 他说当时 吴奇隆总在家 学校 公司 三点一线地 往返载他 怕他路上饿了 还为他买便当备着 苏友鹏 在三个人中 年龄最小 夜里不敢一个人入睡 陈志鹏和吴奇隆 总陪伴左右 吴奇隆心里苦闷时 陈志鹏和苏友鹏 也耐心听他倾诉 可随着年龄渐长 时过境迁 疏于联系的他们 曾经相濡以沫的情感 以为岁月 冲喜得令人惋惜 而杨子和张艺山的关系 却一直受众人关注 他俩从电视剧 《家有儿女》中合作 到大学一起毕业 直到现在 有情之数还长青不衰 剧中他俩是成长中的姐弟 看不顺眼时 互掐互怼 高兴时 互帮互助 两人嬉笑怒骂 恶作搞怪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 生活中 他们却亲如兄妹 虽然大学毕业后 为事业各奔东西 各自忙碌 空闲时 仍互相望吼 每年谁的生日 对方都会送上满满的祝福 在微博上 互相调侃 偶尔拘一起时 还像小孩一样打闹 虽然岁月 留不住他们成长的步伐 却让他们的友情 历久迷心 就像张一山说的 他永远都是生活中 为养子脱底的那个人 只要他需要 他一定在身后 世界再变 时光易逝 再好的感情 不联系 都会变淡 只有用心经营 感情才能被 岁月锤炼的 坚而不摧 情感作家 灵九哥曾说 感情无需刻意维护 但也要用心经营 再满腔热血的人 都会被一次次 默示 浇得彻骨冰寒 再执着的人 都不可能 一腔孤勇的 一味付出 感情不是靠 一人维护 而是靠彼此的相守 有来有往 才会长久 可有可无 终会把感情耗尽 在乎你的朋友 不要怠慢 不回应你的朋友 各自安好 人与人的相处 重在舒服 若让你疲惫的关系 别再强求 苦了自己 累了别人 路难行 不在山 不在水 只在人情反复间 好的关系就是这样 时间不是问题 距离不是阻碍 心若近了 天涯如咫尺 心若远了 咫尺若天涯 没事多聚聚 有空常联系 流水不符 互趋不渡 有来有往 感情才会长青不哭 亲人 常回去看看 就不疏远 朋友 常一起聚聚 就不会淡漠 爱人 常沟通交流 就不会形同陌路 任何一段感情 都要用心经营 若不想失去 就好好珍惜 年轻时 能为一份爱 义无反顾 成年后 也能让一份情 细水长流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